伟大级运动店家 中国格斗名家的杨建平 曾多次通过社交平台发文 毫不留情地表示 希望方便收回那些诋毁侮辱人格的语言 并且向他们道歉 事情起源于小强肉拍摄一部电视剧 事后方便便强烈的谴责 小强肉拍的影视作品不够专业 纯属稀稀打闹 方便这几句简单的话 引起广大社会人事热议 这时引来了杨建平正货相对 于是发文表示 对方便的行为尽心指责 小强肉毕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实在技巧根本不能和职业拳手 相提并论 并且是方便的人行过于粗糙 于外表不持重力 小强肉拍摄一部电视剧 为搏击退广 让更多的人认识搏击而已 又没有为搏击界带来负面影响 方便也没有污辱杨建平 互相辱骂的是方便的粉丝 和小强肉的粉丝 这两次队伍才是可怕的 人数都相当可观 让本来就冰冷的搏击圈 又披上一层破厚的刷 不过小强认为 让小强肉出来演搏击类电视剧 展现搏击技巧 还不如让杨建平和方便 来一场实际搭战 效果更加方便 杨建平和小强肉演技和实战 你们支持哪一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发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